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分娩之后 这些伴随着胎盘免出 那么胎盘所产生的激素随之也都减少 所以我们体内很多激素一减少之后 我们就开始一个重新变化了的身体情形 要在产后逐渐恢复到妊娠前的状态 大家所想的这个关系问题是说 老百姓不是说分娩的时候骨峰要开吗 是不是骨盆一定要裂开呢 其实我们说在这个过程中间 真正的是软产的发生的非常巨大的变化 真正骨盆的骨性结构变化不大 所以大家在这不必为恢复骨盆的问题过度的担忧 只要做好健康快乐 做好下来 我们下来 我们下来 苏